林青霞又被报离婚了,港媒员营蒙A卡女星的爆料,说她因女儿们已经长大成人,加上无法忍受老公有情欢,拿了20亿港币的赡养费,选择高龄离婚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严格来讲,关于林青霞婚变的消息,已经算不得新闻了,基本上,每隔几年就会传这么几回,上一次闹这么大的阵仗,还是2012年,请输入图片描述,某那个女作家在微博爆料说,前天吃饭时听一台湾朋友说,林青霞早在前年就离婚了,因为没生出儿子,老公养了个上海妹。 港媒接着又牵了一把火,说行负伤给林青霞,送了移动价值11亿港元的豪宅当上养费,请输入图片描述,爆料说的有鼻子有眼,各路媒体与闻风而动,跑去林青霞常去的各个地方围追堵截。 最后,女神开口否认了婚便,无奈的回应,拜托不要乱写,隔一阵又传一次,请输入图片描述,相比来说,行负伤的脾气就更火爆了一点了。 当年被问及离婚,单击黑脸大吼,没什么好说的,之后更让彪悍的保镖大哥把记者赶走。 又两年,时封林青霞六十大寿,同样也是他和行负伤结婚,二十周年纪念日,请输入图片描述,行负伤大手一挥,真的为林青霞购置了一套价值11亿港币的飞蛾山豪宅,摇影也随之不攻自破,见此情景,李敖还出来冷嘲热讽了一番,说当年那般美丽的林青霞,最后却嫁了个满身同宿的富商。 穷瑶族情细埋没不了他,二秦的芝本气埋没不了他,但他却为敢宰的童秀风华落尽,真可惜啊,请输入图片描述,请输入图片描述,林青霞里多嘴的李敖,在微博上谈论了自己对卖入花甲之年的感悟,说六十岁生日那天,是他这一辈子最开心的一天,所有他心爱的朋友,家人都跟他在一起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如今没过几年,货遍传闻又全土重来,也不知这回到底是如何一般情况。 不过,年年传婚变,分剧将近二十年,也说明林青霞和行妇上婚后,并不是那么恩爱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穷瑶阿姨本红了一代又一代的穷瑶女郎。 有意思的是,这些演穷瑶戏出身的穷瑶女郎,究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情,也大多是穷瑶式的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林青霞就更顺了。 其感情经历之复杂,还引来了穷瑶感慨,如果你们了解林青霞的爱情,再看我的书便会觉得索然无味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以林青霞如今在华人世界的知名度来说,有关她的从影经历和感情经历,估计不少人都如蜀家珍。 她十七岁那年,因在台北西门丁逛街卫星探发觉,出演了穷瑶的窗外,一夜红边港台,也在窗外剧组,遇上了年长她八岁的秦翰,情愫暗生。 若干年后,林青霞形容自己对秦翰的感觉。 说她笑起来特别迷人,也可见其用情之深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窗外写的是穷瑶十八岁时的爱情故事。 当年穷瑶高考不忘,被佳人忽视,爱上了比自己大二十五岁的国文老师。 整个故事的基调非常穷瑶,充满了穷瑶式的绝望,今生修夷,三世无评,八费思量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气如人声,这也成了林青霞跟秦翰爱情写照。 因为彼时,使君有父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窗外之后,他同秦翰又一起合作了不少戏。 悲人也传得欲发热烈,秦翰的妻子一目之下,还当面指责过他。 林青霞当下也答应,自此不再与秦翰再见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插足别人家庭,始终不是件光彩事儿。 在铺天盖地的社会舆论攻击之下,也在穷瑶的介绍下,林青霞跟赵明短暂的谈过一阵子。 穷瑶说林青霞在那段日子里试图忘却秦翰,所以他才与其他男人约会,但他就是忘不了他。 最后他跟赵明分手,前往了美国建修,紧输入图片描述,追着林青霞去美国的。 还有他跟秦翰这段感情中,彻头彻蕾的炮灰秦翔林。 秦翔林生来高大英俊,风流潇洒,是当年不少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 因此也有花心茶侣之称,紧输入图片描述,其情事业颇为传奇。 他在1975年跟萧芳芳结过婚,三年后宣告立役,紧输入图片描述。 因为婚变,身心欲足的秦翔林感结是复发,住院期间,跟邓丽君打了一通120分钟的约扬电话,两人互生情愫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当然,秦翔林也无愧其花心茶里的名声。 在追求邓丽君之前,他跟林青霞拍摄了《真白蛇传》,也向林青霞展开了追求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刚巧林青霞要到巴黎出席剪彩活动,秦翔林更年会相伴同行。 但最后林青霞在当地等了一星期仍未见对方,因为秦翔林跟着邓丽君去了巴黎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若干年后,林青霞听述与固有邓丽君的往事,提及此事,说他不介意当年秦翔林转追邓丽君。 对方是邓丽君,我不介意,加上当时我还未答应秦翔林追求。 事后,我们曾遇一所酒店大堂遇上,不过当时他跟记者同行,我因害羞所以走了。 后来在报道中他说,因为我掉头走而难过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1979年邓丽君到洛杉矶读书,请等感情转弹。 不久,花青查理追着林青霞到了美国,穷摇写过他们这段往事,说当年林青霞因情汉一事,身心俱疲。 又感动于秦翔林追来美国,最答应了秦翔林的求婚,他渴望拥有稳定的生活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1982年秦翔离婚,又两年,林青霞也选择了跟秦翔林分手,两人自此再无往来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就一年,见秦翔和林青霞都已单身,穷摇登场了。 他在电话里劝秦翔给林青霞打个电话,现在,青霞是一个人了,你何不给他打个电话? 随后,秦翔约林青霞前往日本来梁看樱花,两人在落英冰分中互许了奸商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不但是光滤镜,林青霞跟秦翔就断情。 其实算不得多么光明磊落,也没落得个美好结局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1992年,在施男生的生日议会上,林青霞认识了行富商,也是同一年,林青霞跟秦翔分手。 据说导致他两分手的导火索是一张飞机票,当时林青霞应并住院,打电话让秦翔过来看他,秦翔却让他付机票费用,气得林青霞躺累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行富商事实出现,对生病的林青霞是寒暖的,一下子打动了美人芳心。 而这个时期,林青霞其实是非常期待一个稳定的婚姻的。 林燕妮在09年采访过林青霞,采访中,林青霞提起派东方不败的经历,说他当时自觉比不上年轻人了,差点落泪。 我想,我一个女子一伙,又得出去跟他们厮杀了,慌张也爱的,感受欺然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请输入图片描述,恰巧幸福商出现了,恰到好处地给予了林青霞所要的安全感。 1994年,林青霞在一片争议生中,嫁给了幸福商,请输入图片描述,婚宴非常奢华。 林青霞的结婚礼服,是Chanel名师亲手崩制,世上执子一件,以及五百万港元的结婚钻戒,价值七百万港元的香槟玫瑰五百万多。 为了防止记者偷拍婚礼,幸福商还花费巨额美金种植了树墙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他们婚礼的喜怜是金庸先生手书,就连林青霞新居的游泳池中,也铺埋了娇艳的玫瑰花。 更不用说幸福商给林青霞闺蜜的开门红包,就多达九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港元了。 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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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原本是个多么美好的住院,请输入图片描述,但现在关注,也却也是满地鸡毛。 幸福商家大业大,跟林青霞结婚之前,有过一段婚姻,对方是香香传奇女子张天爱,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他俩一九八七年结婚,一九九零年离婚,离婚原因张天爱多年后给出了答案,他想牢牢控制我,而我急需要个人空间。 他做不来幸福商背后的女人,于是生下一女之后,便跟幸福商情断了。 但这样的期,林青霞做到,请输入图片描述,为了扮演好这个豪门阔太太的角色,林青霞放弃了演艺事业,吸引当期了全职太太。 但伤人众力轻别离。 2001年,林青霞的小女儿出生后,他俩便开始分房而睡,林青霞也曾经亲口说,由于幸福商工作繁忙,两人靠传真集沟通,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又几年,林青霞也,久欲遗造,写虚因是透露自己得了严重抑郁症,有抑造症的倾向,在抑郁症和抑造症交错下,就会有自杀的倾向。 婚姻幸福的女人,又怎会有自杀的倾向?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当然,幸福商有的是钱,也依然舍得对林青霞砸钱,2012年传婚变,2014年便真的买了套价值11亿港币的豪宅赠予林青霞。 只是这金钱堆出来的浪漫,在怎么光鲜亮丽,也掩盖不了他俩将近20年一传一梦的悲凉事实。 这漫长的时间,到底是杀死了女神的爱情?请输入图片描述。 估计广大女同学少女时期,在想象未来夫妻时,到底都会有一种烦恼,以后是要嫁一个更爱你的,还是你更爱的? 林青霞当年也为此苦恼过,最后他选择了看似更踏实,对他更好的心腹上,离开了那个与他纠缠的半生的情害。 请输入图片描述,到头来,这千般温宠,却还是没抵过那岁月猝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